DF 好的 歡迎回到2018魔獸世界競技場世界杯聯賽台港高資格賽的現場 是的 那我們這邊先請窗野跟小龍分析一下 我們剛剛上一場這個DFA對上DOD這個賽事的部分 我覺得剛剛DOD這邊其實蠻可惜的啦 因為他們傷害其實都很夠 但就是位置跟控場可能沒有搭配得很完整 都一直被賊鳥拆掉這樣子 對 我們剛剛有提到 其實DOD他們相對 我覺得個人是覺得打得太過保守了 對 其實像他們戰士微風 對 微風 他可以多一點把暴風槌丟給補 衝進去打一波補給補一點壓力 然後再回頭打鳥地 這些都是可以的 但他通常選擇都是將槌子丟給賊 然後去打賊或是打鳥 反而就是給對面的補 對面的補有更多的空間去治療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有討論到就是 你用戰爭殺這個組合其實 因為你的傷害其實已經很高了 相對其實只要稍微對補干擾一下干擾一下 我覺得對於他們的戰術上會更加的活化 哇 這就好像四組賽有沒有 這個 英格蘭對瑞典一攻一守 哇 你攻得不進攻 你就被拖去 就直接就去了 對 其實就是節奏問題啦 對 因為你看如果你 除了攻擊的話 就是相對的時候 你還是要有一些防守的狀況 就是如果 要不然你攻擊的話 你一直沒有攻破他的 找到他的弱點 你一直攻擊也是沒有用的 我覺得微風可能相對保守 然後 而且他們這一組在默契上面 看起來就是稍微的 比較沒有這麼的好 因為 好 我們這邊先提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畫面是看到 我們這個老牌隊伍這個 這個 熊王國滷味 對 其實應該就是ROC啦 我超習慣叫他ROC 也可以叫他ROC滷味 因為我覺得ROC真的是已經 註冊快十年的名字了 可以註冊商標 已經可以註冊商標了 就像胡鬚章一樣 胡鬚章 對 ROC本身就是一個商標 因為他們實在 太有這個毅力了 太能堅持了 對 好 我們這邊是毛皮皮 毛皮皮其實一直也是 有在這個 PVP裡面 滿活躍的一個選手 只是之前比較少出來參賽 但我相信這一次就是 萬夫跟狗法也是相當的重用他 就是 身為一個薩滿 他是一個很資深的薩滿選手 畫面上就是萬夫 萬夫就是我們的招牌 對 招牌 戰士 代言人 台服戰士啊 最有戰士魂的 永遠燒不滅的一個人 永遠燒不滅 本身就是會戰士啊 對 他立志 他從小就立志到一位戰士 今年第十年 十年魔一劍 對 十年魔一劍 我相信他堅持在他的眼中就看得出來 沒錯 好 剛剛那一位是那個 我們的素式紅冰恩選手 對 這位就是我們的素式紅冰恩選手 這位應該也是比較新的 新的新血 對 好 那還有一位選手就是 我們的 蔡勇狗法 蔡勇大選手 對 這也是一個非常 在魔獸裡面看久了就知道 這位選手也是 算是老牌選手 有萬夫就有他 對 他們兩個可以算是大哥跟二弟啊 對 我隨著你打江山啊 對 跟著你打江山 對 一路打了好幾年了 好 我們這個是 剛剛攻擊他們的DFA晉級的選手 那我們這邊也說一下就是 DOD雖然在剛剛所有的DFA 還沒有結束 因為我們今天是一個雙爆雷賽事 還有機會 所以我們這個 DOD等一下也不要慶耶 就是在賽後調整一下群序 敗部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個敗部復活的機會 那我們今天等一下這一場就是 敗部的會再跟我們這個 DOD再去爭處於一個敗部賽的資格 對 沒錯 對 所以這一場也是非常至關重要 我相信他們等一下如果再調整 可能也會再把暗幕再拿上來用 做一個辯證的動作 對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那我們這邊 我在想 因為萬夫他們去年其實就是用一個 戰士惡魔獵人跟一個薩滿的一個 得魯伊 其實應該說這個版本好像是 薩滿是會比較好一點嗎 薩滿的話相對在版本末期都是比較好 因為他這個抬血非常穩定 然後 他自己又有這種星界轉移 現在薩滿還會飛你相信嗎 對 以前被追著打 現在還會飛 飛過牆 現在薩滿連無敵都可以開了 對 因為現在有一招陣風 就是可以把自己往前吹 對 等於是加了一個火箭 非常 對 新科技啊 時代在進步 時代在進步 對 魔獸記憶潮也跟著在進步 科技化 不然以後 以前都是支持薩滿順發爐石法案 現在沒有人支持 因為有火箭 對 順發爐石 因為爐石的毒條還會被斷 對 火箭直接飛一下就好了 以前看到薩滿就打薩滿就好了 現在沒有人要打薩滿 真的 真的 難怪剛剛一直在打那個神 現在看到我們的選手還在做調整 好 那我們這個 兩隊 好 這個其實都是 很資深的一個選手 包含就是 我們改版在即 我相信我們這個 對於這個PV的選手其實 大家 喜歡PV的也可以趁這個時候回來回味一下 好 現在選擇 好 比賽開始了 第一場都是納格蘭競技場 不管是 不管是什麼場地 第一場就是選擇納格蘭競技場 誒 他們這次不一樣出了暫時 是哪一個尾三版啊 這個尾三版組 這也是非常經典的啊 這招讓我很意外 那死騎是 死騎就是我們的 這應該是狗法吧 這應該是狗法吧 狗法 應該是狗法 我沒聽過狗法 他死騎我比較少見了 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賊鳥會怎麼開局 有可能會悶薩滿 或是直接起薩滿 悶DK 起薩滿 應該是悶DK 起薩滿 打一波啊 好 我們看目前應該是 就怕戰士直接先進入 進入一個戰鬥中 雖然還是一個試探的階段 是 哇 這個在那邊跳來跳去啦 打不到我這樣子 對 他在找機會 對 看似要 非常的有亞性啊 中間 對不對 好 直接悶過萬夫了 這邊 悶戰士 好 直接起 直接起TK 這邊轉DK了 DK直接出一個兵固 哇 這 招開得很早啊 目標還是要放 直接吃了一個窒息 死我 喔 自習 自習是一個 我們的這個 Sam 再接一個妖術 我們的Sam 這場也沒有帶徽章 好 一個暴風水給鳥滴 斜DK這一個爆發 對 天鬼也叫出來了 現在是在打 現在換鳥滴爆發 打一波上馬喔 現在直接一個化身在打 打上馬 這個罩子也開出來了 所以這波應該是打不死 這波應該是沒有危險 這波沒有危險了 好 給一個太空攻速看出來 有沒有 這轉DK DK之後一個綠盾 但是賊還是打得到他 好 綠盾也交了 這邊 那目標是放在DK DK有點危險 開了一個左葉樹 左葉樹 被滿盲 賊跟鳥滴都在爆發 現在給了一個暈槌 給到鳥滴 被一個滿盲 滿盲還是撐得下來 鳥滴現在有點危險喔 鳥滴現在還有招嗎 左葉樹也開起來 一個窒息 一個窒息要被帶走 要差DK 靈魂電傑要出來了嗎 交一個靈魂電傑 靈魂電傑 靈魂電傑出來了 非常的緊湊 這招數開得非常快 對 畢竟這個雙泰道的爆發 真的是有出來了 不到三分鐘 一個拳擊 這個鳥滴在這邊 站在中場打 這個傷害已經跟上一隊 不太一樣了 再一個暴風水 跑不掉 鳥滴徽章還不交 一個樹皮 已經交出來了 樹皮開了出來 這邊 這下一波沒有招 是非常危險 是 這邊看起來 持續給鳥滴一個 一個傷害啊 萬夫剛剛交了徽章 現在毛皮皮被進攻一波 但是 鳥滴被雙鏡戰慘了 其實沒有辦法 開了一個星界轉移了 其實傷害打不太出來 對 再給一個窒息 這一波有機會嗎 不過我們的 鳥滴的血量一直很危險 才沒辦法進攻 不過我們那個 還沒交章 我們這個魯中也還沒交章 好 給了一個太陽光速 不過 然後 目前看起來萬夫跟那個 狗法的血量都是 滿安穩的 好 這邊給DK一個爆發 一個買 一個要素 DK的血量一直在很危險的地步 毛皮皮沒有刷到多少藍 代表說他一直在吃控場 是 這邊看起來 好 我們看到 狗法的血量目前一半還算OK 毛皮皮又被暈了 看到我們斜DK一直在 對他吃檔那個 王玉打擊啊 這個吸收治療量啊 治療量抬不起來啊 現在雙掉血 誰在旁邊一直被AE 對 一直被AE 一個妖素 好 接一個窒息 這邊有機會了吧 好 一個熊狀態 這鳥D一定要跑進去柱子 現在捕食又吃一個蠻孔 蠻孔加暴風槌 不膠髒嗎 還不膠 沒關係 繼續站在那邊被打 對 好 他現在要往裡面招 哇 這邊人型狀態被暈了的狀態 非常危險 這個要死了 哇 這個人型狀態現在真的是 這鳥D 算是有個小失誤啊 鳥D不可以再站在空地啦 這非常危險啊 他 他可能想說 剛剛變回任期待其實是很危險的一個狀態 是 可是剛剛看他可能也沒有辦法 就是 血量抬不起來了 因為還是要注意啊 人家戰士是穿鎧甲的啊 你是一隻熊啊 你是穿皮甲的 對啊 還是 找個柱子躲一下會比較好 我覺得可能看是不是 可是 很怕的可能就是 大家柱子中三個一起被AE啊 是 對 因為這其實很尷尬 因為DK 他站在那個三個人太靠近的話 可能會一起被AE 然後又更容易被打斷 剛剛我們看到我們的這個賊鳥這方面 一直在空地打 賊一直追著對方的鎧甲在打 但是鎧甲一直黏著鳥弟在打 兩個一起被AE 這對治療的那個壓力來講是非常的大 對 然後同時你看這隻熊光的五位就是 他們其實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如果你給普世稍微給他弄一下弄一下 真的很難受 給他戳 給他對不對 久久給他來一下這樣子 久久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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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一下 來一下控場阿 不要誤會阿 寮妹是不是 久久來一下 久久給他 然後我們這個 目前是這個 熊光滷味這邊 ROC這邊是1-0 1-0領先 果然是 我們的這個老牌禁女 十年老選手 我一直覺得他們在台灣就是稱霸 不會有其他隊伍的機會 他已經是萬年的那種台灣第一了 不過這一次我覺得好特別 就是我們這次冠亞軍可以直接出國 直接出國去到雪梨 我聽到覺得超好的 我差點這身西裝脫掉 差點就下去打 找個補充來打 對 因為我們 你之前一定不知道 我在想說不然你們兩個早就應該要報名了 哎呀 這個 我這邊還有那個以前那個2014這個你們的那個照片 就是 那時候是 Team Rocket Rocket嗎 喔 沒有 Heroic of Dawn 我們是HOD HOD這樣 喔喔 對 欸 不是啦 我是說那時候是戰術是那個嗎 喔 對 還有羅技 羅技 羅技也是贊助非常多的賽事啊 不管是魔獸世界還是這個英雄聯盟都有贊助 對啊 因為畢竟現在他電競我覺得很著重在推廣 對 那就會看下一把賊鳥會不會做出改變還是繼續用一樣的套路 我覺得他目前這個組合我在想說應該是不會更換啊 對啊 其實我覺得萬夫他們出戰史上其實是非常聰明 因為惡魔獵人在這個版本來講他遇到賊鳥如果給他一波的話他可能手來不及按任何劍他就 他如果按不到那個什麼殘影吧 可能就叫他去了 有一招頓入虛空可以完全無敵 但是他也打不了別人 對 他如果有按到就有機會 沒按到就直接就 就直接掰 就直接掰了 就可能一波一波一波一帶走 對 沒錯 看到我們狗反在咳嗽就 身體可能要照顧一下 可能被他誤會 可能你不小心喝個水噎到 太激動 太激動 沒有 因為通常都是我覺得 ROC之後有的狗法 哇 那個聲音超大的 都是狗法的聲音 對 他就像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摳啊 對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那種工地的大聲工 大聲工 對 他音量還調最大的那種 他是非常能激勵隊友的一個人 對 我覺得很需要 很需要 跟我當年在打比賽 當年那個 跟當年 我記得那個小龍 修肉 修肉以前也是聲音超大的 對 我也是屬於這個機動派 跟14年的他一樣 跟14年的他一樣 14年的 而且每次聽人在練習 哇 那個聲音好激烈喔 其實 我比較 就是 我個人是覺得說 一個隊伍還是要有一個激勵 一個箭頭 如果你三個人都沒有在溝通的話 其實不會打得好 對 要吵架 我覺得溝通不夠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很明確的指示 對 因為你在 其實在戰術吧 你不可能就是 如果你完整執行一套戰士 我還覺得是好的 對 如果你大家都是就是 沒有目標 在那邊進攻 你打贏的 我打我的 這樣的效果是最差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完整 就算那個指令可能就是不好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成效 像我個人打競技場的話 我就是會強迫 隊友講話 我就會問他 你到底為什麼不講話 你到底 對 你麥開的不講話是什麼意思 對 我就是氣到 好 那就大家都不要講話 我麥就關掉了 對 真的很有個性 我覺得每個比賽選手都很有個性 對對對 這是當然 那我們就看看等一下 賊鳥這邊會不會做調整 對 目前 雄王公爐會跟我們這個 當初預想的其實差不多啦 就是萬夫跟他們的 發揮的實力 一樣 我覺得他們打限賽賽 就是在 基本的 就算之前 去年對上澳洲 我覺得都已經有一定的水準 對 就雖然就是 不會像以前就是 一下就是 一波爆發完就 就軟了 就卸了氣球的 就是什麼衝鋒盾牆大跳回來 之類的 這種事情 現在不太會發生 對 這也是非常事情 我覺得有人又中牆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一直交了 一直交了兩個大招 然後沒有任何效果 因為逃命要快啊 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選擇這個托維恩競技場 通常第二場都是選擇這個場地 因為畢竟 三根柱子對於一個 三根柱子對於這個 遠程隊來講 其實是蠻好發揮的 好 我們這個第二場地是 托維恩 這個 換了組合 換了一個 增強煞 配上戰士 配上跟剛剛那組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們看到 雙方的菜刀都有帶徽章 然後雙方的補師都沒有帶徽章 就是一個減低控場效果的一個 減低 因為畢竟 畢竟沒什麼控制啦 沒什麼控制 就是被撩一下 就比誰的拳頭硬啊 就互打 對 好 我們要看就是傷害誰比較高 對 就是 現在出去馬上 萬夫馬上把自己的神兵特長用掉 對 這邊 爆風吹給了 毛皮皮想做一個控制 哇 這邊薩滿被爆打一頓啊 直接出了星界轉移啊 直接出了星界轉移 哇 卓越樹也開了 兩個大招一次就用掉了 這邊對於這個 烈FAA不是一個好消息啊 右邊豬哥玩家也開了一個化身啊 才出來一直 做批打的動作 對 我們這邊烈FAA換上了我們的豬哥啊 豬哥 果然就是豬哥一直玩著 緊貼著薩滿打 緊貼啊 這是有豬哥的特色你知道嗎 好 這個 由於是 就是雙進戰打雙進戰就是 場面就是很混亂 就會看到四個人在場中間一直靠 好 一個正澤坡拍了下來 這邊 主要集中就是在我們這個 薩滿 這個烈FAA的薩滿 這邊那個火力 目前雙方的話 右邊的會章都已經交掉 所以相對 一個窒息數 一個窒息數是遞減的 只有一秒的時間 可能沒有算好 不過薩滿還是非常的危險啊 這邊 喔 即使抬了血 變狼要跑走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戰爭這邊就是被雙A 3A在掉血 那左邊這邊的話 補師是沒有受到任何的壓力 挖一個雙腰 接一個暴風槌 對 這控場非常的漂亮 好 左葉樹開起來了 要轉薩滿了 我看萬夫有沒有辦法救場 被斷 孔軍應該還在吧 這個萬夫一個雙拍 接一個妖素 這個妖素很漂亮 但是萬夫黏著對方的戰士在打 所以對方的戰士也沒有辦法深追 好 刷了兩口 現在看到LINK 三個人的血都被分到很低 這個LFA被AE的非常的不舒服 這邊 Sam要被 哇 直接被一個打斷 這邊要直接被帶走了嗎 Sam這邊三母 他直接被 掛了一個王毅打擊 對阿 這應該斬殺啦 這個要再被斬殺線了 再被斷 哇 被打斷 哇 危險了 要被隊友要被接一個蠻藥 沒有辦法救 這朋友應該直接帶走了 哇 這 三母真的 還是很會撐阿 這剛剛已經 很... 而且又在這門外面 我可以看到 右邊的隊伍 因為是戰爭 然後 沒有辦法去追對方的補師的話 這點是非常可惜 因為 如果你沒有給對方的補師一個壓力的話 那對方的補師 那對方的補師 抬雙線的掉血 其實是非常容易 對 尤其他們有帶DK 可以一直把 薩滿拉過來打一破 對 那你看到 戰死這邊 對那個 對右邊造成那種打擊的話 三線都在掉血 是非常難刷的 對 而且我覺得剛剛那個 薩滿位置其實 ZFA這邊的位置不是很好 然後他的治療也太在外面了 就是等於說 你上課其實 你要補也不是 就是 把自己逼入一個窘境的 你知道嗎 對 我們看到這個 Sam選手的這個 鍵盤也是 蠻酷炫的 剛剛有稍微看一下 為什麼這麼focus 為什麼 你很想把他帶回去吧 因為想到以前 尼路在打的時候 也是 也是相當的扁 這個鍵盤 對 現在電競鍵盤很多樣了 我覺得 可能贏了獎金可以去買一個 考慮買一個 更新自己的裝備 因為 好的裝備也是必要的 這是定蠻的 這是定蠻的 好 那我們這邊恭喜 我們這個熊國王的滷味 這個 已經取得這個 我們的聖步冠軍了 聖步冠軍 那等於就是說 已經拿到我們這個 澳洲雪梨的門票 對沒錯沒錯 對 那我們很恭喜我們這個 ROC 其實就是熊國王滷味 就是我們以前的ROC 對 恭喜他們 可以再度出國了 我們這次的這個亞太區 亞太區去年是在 我們台灣舉辦 包含有澳洲的選手 跟韓國選手到這邊 沒錯 那我們下一次會是 據官方的資料 應該是在 澳洲雪梨 澳洲雪梨 所以等於說是萬夫他們 在睽違這麼多年 能夠 能夠再出國比賽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啊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 就是進行就是我們的 敗部的賽事 對 對 那我們這邊先進一段 口號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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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